中国称金向海域不存在近线水域 金门游艇遭中国海警登检 快艇案家属金将抵达金门 未来有何因应方式 中国海警强登金门观光船 上船登检超过半小时 国人相当担忧 海巡主及政府有何因应作为 各位媒体女士先生 首先跟大家拜个晚年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对于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 根据两岸的条例 我国对于新夏之间的海域 本来就有所谓的限制 还有海域的规范 我们都是在限制或者禁止的海域当中 来进行相关的安全防护 来使的渔民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 这就是大家都已经有共识 早在1992年的时候 国防部就已经划定了 这些限制和禁止的海域 那我们双方也都是按照这样的区域里面 来进行相关的执法的作为 那我们也会持续来进行 这个海域的保护 来维护我们海域的安全 还有渔民的这些权益 所以我们会继续这样做 那我也在这里要呼吁 我们双方呢 对于这一个 所谓的非法的渔船 伤无船舶 进入到这些海域的时候 双方应该 双方的海景应该驾驭禁止 那所以我方呢 也采取了相关的这些措施 那在发生意外的时候 我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 予以强救 那陆委会呢 也请我们的海基会呢 对于相关的这个家属 有所联系和协调 所以我们希望这件事情 能够得到很妥善的解决 那现在还在 在这个检调的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希望呢 两岸之间呢 应该有理性对等 而且呢 互相合作的方式 来维护我们今夏海域的 这些安全 也让两岸的人民呢 能够更健康有趣的来交流